的确由于赛前已经宣布将不再与国安队续约 那么昨晚的比赛成为了卡努特最后的绿色记忆 而回顾本赛季卡大叔一次次用他大师级别的发挥 也是征服着对手同时也征服着球迷 而下面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来重温一下本赛季 马里人留给我们的大师记忆 卡努特本赛季的第一例金球来自于国安第二轮客战武汉的比赛 在侵奋大雨中 马里人用一击狮子甩头帮助国安从武汉全身而退 这个球也许最能反映卡努特如今的踢球风格 停球射门一击合成大师风寒击险 面对国安暴风骤雨般的进攻 亚太队员自论阵脚送上失误大力 卡努特回赠一球抵上往来 这才是戴可之道 而这一季转身抽射也反映出卡努特良好的门前嗅觉 这是一次由卡努特策动的攻势 马里人恰到好处的前叉铸就了一次精彩的破门 而这一球的点睛之笔除了卡努特的原地转托罗之外 还有张希哲人奉剑的妙传 当初国安队引进卡努特是看中他的进球能力 而在北京的卡塔斯却开发出了自己的传球天赋 主场战鲁能正是他的胸部做球帮助招击者首开记录 那场比赛国安几乎将对手打得溃不成军 卡大叔的领球加速射门都证明这位已经36岁的射手绑刀不老 想要助攻除了能力之外还要有一颗无私的心 这又是卡努特前叉创造的机会 他在本可以自己射门的情况下 却将球分给了位置更好的格隆 这个球也为内稳的精录对决盖棺定论 对阵身心 先施两球让北京国安队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卡努特再次充当了救世主 他胸部停球后的挑船助攻可谓是精妙绝伦 而扎实的基本功也成为了卡努特的另外一个标签 标志性的卸球 宽阔的事业 卡努特帮助张希哲敲开了恒大队的球门 不得不说 下个赛季没有了卡努特 希哲会不会还有今年进球助攻的两双数据 现在还是个疑问 再看昨晚 又是助攻 可能大家只记住了乌塔卡为国安队打建的第一球 但是早在格隆传球之前 卡大师其实早已计划好了一切 直到这脚血液的外脚被传球之后 卡努特需要做的就是坐等队友进球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一场卡努特既没有进球 也没有助攻的比赛 但是这个画面恐怕会久久停留在北京球迷的记忆里 或许在若干年后 卡努特的这次表演将和昨晚下场时的背影一起成为永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